今天来试一下新东西 这个国产的小鲜豆传说中的鲜凉 看着成分挺好的都是肉和内脏 以及3%的复合调味剂 价格是13.99澳币一包 一包里面有6小袋真空包装的 一共3个口味 据说这个是小配着这个公司出的 然后他们还卖跟ZV一样的那种肉干零食 不过那个我没有买 这个头真空包装的质感就很像吃那种 母骨鸡爪 凤椒泡爪的那种质感 但是一打开里面我就震惊了 这不就是泡了水的干粮吗 怎么说呢姐妹们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个智商碎 它就是那种没有汤汁 没有酱汁的妙仙包 这个一袋才6包 平均下来差不多2块4一小袋 那还不如2块4买85克的ZV 或者是K9的罐头比较划算 摸起来是感觉硬硬的 很像那种没有煮熟的鱼园 这个闻着有一股塑料胶的味道 想中又带着一股塑料的臭味 好奇怪 很像泡软之后的干粮 然后加点胶 但是包装袋本身呢 我闻了一下空袋子 反而没有胶的塑料的味道 很像那个豆豉 老干妈那种烟豆豉的味道 但是这个凉本身就有一股胶 就是塑料烧焦的那个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它吃口性应该还好吧 我觉得它还挺喜欢吃的耶 不过话又说回来 有什么东西是Kino不吃的呢 最后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回购了 就老老实实的吃餐包吃罐头吧 这个感觉乖乖的